莲藕不但口感微甜而脆 十分爽口 而且易于烹饪 可生吃也可做菜 并且药用价值相当高 是老幼富如体肉多病者 上好的食品 今天健康新时代的 本周当家菜 就教您做两道精致的菜肴 让您也能够做出 美味可口 营养丰富的莲藕佳肴 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吗 就是您锁定 接下来的健康新时代吧 走进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 就是每天带更新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 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 本周当家菜 当家的是莲藕 制作腌制莲藕的原料有 鲜莲藕 紫橄榄 生姜 蜂蜜 白醋等 古人曾经在诗中 这样赞美过莲花 说它出 淤泥而不染 卓 青莲而不腰 而今天我们在健康新时代的厨房 不聊莲花 聊的是莲花的根部 那就是大嘴手中拿着的莲藕 说起莲藕 我们国家的种植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广泛的种植 直到现在 依然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它 因为它呢 营养价值非常高 而且呢 口感以及味道相当的棒 怎么才能把它碰的更美味呢 今天给你请来一位大厨教你来做莲藕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婚人大师丙吉和丙大厨 欢迎你丙厨 拜拜 莲藕来做个节目了 带来好吃的两道关于莲藕的菜品 关于莲藕 该怎么吃才能吃的更健康呢 给你解答这些营养问题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的营养健康老师 主治医师医学社是王静老师 欢迎你王静老师 大家好 莲藕 一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呢 它肯定能够清内火 因为它本身好像是良性的 生吃是良性的 但是做熟了以后 就成了温性的了 就成了温性的了 今天我们大厨呢 是做两道菜 都是给它做熟了是吗 一个是生的 一个是熟的 你看看 一个是良性的 一个是温性的 咱先来生的 还是先来熟的 先来生的 先来生的 来个生的 先让我们轻轻尝到 然后呢 吸吹一下这个 它本身的清香气味 咱先开始 说说怎么挑选它好不好 这个挑选的样子呢 其实挑选这种 根据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只要看外面 这个不要有这个伤疤 没错 因为你有伤疤 有些种种 含水分比较大了 你有伤疤之后呢 它这个坏的就特别的快 没错 这个在意是呢 这个尽量选一些 你要继续做松弛的 选上头上的一块 头上的 就是你看 你看我是一截一截的 就是短的 短的 短的 细的那一块 它这吃起来就比较脆 比较脆 就是颜色比较深 偏黄一些 我们今天是凉拌的 我们最好选的那个偏白一点的 然后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 上面的也没吃 对 脆一点的 脆一点的 好嘞 第一道菜什么名字大厨 这个腌脂五丝 腌脂肉丝 腌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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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脂水粉的腌脂 擦的腌脂 对对对 让女孩子嘴唇更红润的 非常非常婉约的一个名字 腌脂肉丝 呃 藕丝 腌脂藕丝 对 现在就要来做 把藕切成丝 嗯 然后呢 用这个 可甘兰 这个 它的本身的颜色呢 进过一个调制 这可是全天然的色素 没错没错 腌脂色 可是您心目中认为 漂亮女人的嘴唇是紫颜色的 是不是 腌脂 藕丝 名字就很写意 好 这边我们呢 把藕给它切一下 改个刀 呃 今天要和甘兰一起来配它 对 给它打个皮 其实说起这个藕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藕断丝连的 包括以前 咱们在节目中也说 说这藕呢 跟藕是谐音 配藕的藕是谐音 对对 寓意着婚姻美满 好事成双 对 比双飞鸳鸯一对的意思 那其实说起这个藕 它本身呢 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它呢 很有营养 而且似乎是 很多人呢 只要想见着那伙 然后呢 只要想倾听长导 都会想到它 对对对 因为尤其是这个藕啊 生吃我们说它有一个 清热凉血泄火的一个作用 尤其是对那种热性病 或者是有热性病出血的那些 急患呢 我们说多吃点藕 而且呢 这个藕呢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说是通便止泻 健脾开胃 止泻 然后还通便 对 这是矛盾的 对是很矛盾 这一味藕当中呢 还有黏硬蛋白和 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 这黏硬蛋白呢 就和可以结合人体的这个 胆 胆酸盐 而且呢 可以结合食物当中的一些 胆固醇和干油酸脂 防止呢 脂类的一个在人体的一个蓄积 所以有一个通便的作用 而这个藕当中呢 还有一种物质 我们叫做柔脂 柔脂呢 就有一个健脾止蟹的一个作用 它通过健脾 调理人体的脾胃 来达到一个止蟹的目的 所以它有一个健脾开胃啊 对那种消化不良啊 食欲不佳的人呢也有很好的一种食疗效果 OK 那我明白了 其实 您刚才说的一些 还不止这些 还不止这些 藕的作用呢 还是非常的多 还有什么 你比如说 藕呢 还有一个养血生气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个藕当中呢 还有淀粉 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非常多的营养 还有钙和铁 所以呢 它对人体有很强的一种补益作用 又可以增加人体的抵抗力 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而且呢 这个藕在中医上孕育呢 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个止血 止血量血的一个作用 止血散瘀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藕当中还有一种丹宁酸 它有一个收缩血管的作用 就起到一个很强的止血效果 同时呢 这个藕当中呢 还有一个凉血散血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它是一个止血 又不流淤的一个很好的中药 止血 然后还不流淤 对 听起来说真的是蛮赞的好 而且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我想为藕书碑力赚 真的是 因为藕的营养太多 太全面了 的确 那么就在收花间打厨呢 已经开始处理我们的藕丝了 但是咱清完之后 直接把它冻成丝就可以 对 然后您在水中泡着 对 泡着呢 这个为了是不让它变严酸 而且大厨 您有预备到过这样一个烦恼 如果 你清完之后不及时做的话 不一会儿 它就黑了 对 而且我之间泡的 另一方面是 淀粉可以一部分出来 我们吃起来这个口感的藕 会更爽脆一些 更脆 就是不是那种面面的感觉 对 那大厨我们怎么办 才能防给它变黑 能不能有一些招 这个主要是呢 就是别叫它 尝尝地暴露在空气中 嗯 但是呢 这个加一点醋 就主要把这个淀粉它洗去的 嗯 就别氧化了 嗯 基本就不会变黑 把淀粉洗去 别要 别让它氧化掉 但是不要跟铁接触 不要跟铁在一块接触 其实呢 这么说的话 我们如果是用的刀啊 包括我们用的一些锅 锅 都不能是铁 都不能是铁 它跟铁会 不能含铁的这种 嗯 是不是 呃 包括是不是 我们平时处理它的时候 尽量烹调的调味品 也保持 白皙 不要有别的颜色 对 大厨呢 一边切着我们的藕丝 一边呢 将我们这个藕丝放进水中 这么拔着的 接下来 刚才也是洗了一遍 嗯 洗里面呢 把那个淀粉洗去了 淀粉洗去 嗯 这样我们先可以倒一点白醋 呃 加一点白醋 对 加这个白醋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变色 嗯 就是防止它变黑 对 嗯 来点白醋下去 你在家里抽层也可以找 对 这也是一个小窍盘 然后加工这个 甘蓝 做甘蓝 我说实话 我特别喜欢吃甘蓝 因为我觉得甘蓝呢 它特别脆爽 像这个大豆菜 但是那要比大豆菜美丽漂亮 因为它颜色 它多人了 嗯 大厨一般我们做甘蓝 都是用来做沙拉 做沙拉 做凉菜 做凉菜比较多 今天你要用甘蓝干嘛 这个取它的这个汁 用甘蓝汁 就是要给它染色吗 嗯 让它变色 让我们的偶变色 让这个甘蓝汁也变色 哦 待会儿你就看到这个 哦 是个玄境 见证实 见证奇迹的时刻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把甘蓝放进去 其实你看我们榨这个甘蓝汁呢 一块的颜色肯定是 特别特别紫的那种 你刚才说你的大头彩 是让大头彩和这个紫甘蓝 它都属于甘蓝类的 但是这个紫甘蓝 要比大头彩 一个大头彩叫绿甘蓝 要比大头彩的营养价值更高 你像这个紫甘蓝当中呢 它富含维生素C B族维生素 维生素E 而且呢 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还有钙 蒙 铁 以及纤维素等多种的营养元素 现在呢 紫甘蓝呢非常的流行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抗癌的一种食材 另外呢 就是紫甘蓝中还有一种物质叫半光氨酸 还含有的优质蛋白 而这两种物质呢 都是可以帮助肝脏解毒的 所以呢 对预防酒精肝啊 脂肪肝啊 还有肝功能损害呢 有非常好的食疗效果 那这不说的话 其实吃点甘蓝呢 搭配到我们的藕里面去 等于是给藕的营养呢 又来着推波助蓝的食材 对 现在生化军 那边已经告诉我们了 开始炸我们的甘蓝汁了 大叔刚才也加了一点水 嗯 真够实躁 每家的功能就是这个颜色的胭脂啊 觉得够实躁的是不是 它那种很天然的一种颜色 没错 但是这个颜色呢 虽然说它很鲜 但是让你看着很踏实 不是色素耶 对 对 好 呦 我们要给它滤出去 我们想要的甘蓝汁呢 就在这边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大叔咱怎么怎么操作 这个像过滤到碗里 过滤到碗里面 把我们这个甘蓝汁把它取出来 哎呦 这么紫啊 呃 像化学药水一样 但是是天然的色素 哇 好 放在一边 现在呢 加点白醋 等 你告诉我 这一环节是不是有反应 见证神经有反应 有反应 那我们这样 我们把眼睛睁大 我们盯着它看 看看都有什么反应 您现在是化学实验员是不是 魔术 魔术 那好 这是一勺就可以吗 白醋 白醋一勺 哇 真是红色了 而且是那种呢 梅红色 你知道 对 玫瑰的那种红色 梅红 我记得学营养的有一堂课 就是可以说用这个甘蓝汁 紫甘蓝汁做个化学指示剂 加醋呢 它就会变成红色 加小苏打就会变成蓝色 哇 是这样子 你看到了 刚才我在想 谁家用的胭脂 或者紫颜色 那代表着什么样子的 但你发现其实这个颜色 还刚刚还挺漂亮的 对 非常明艳的那种梅红色 没错 你看很性感的一种颜色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甘蓝汁 看上去很踏实 你别觉得好像是一变颜色 就觉得害怕 会不会有毒啊之类的 对 这还真的问一下 还没问您呢 加醋之后会不会致变 王景老师 应该不会 是这样 这种蔬菜类的呢 它所含的营养物质 主要是维生素和矿物质 而含蛋白质和那个 蛋白质和淀粉类的是 非常的少的 而维生素和矿物质呢 在这种弱酸性的环境下呢 不但不会破坏 反而它的活性能够 得到更多的体现 和营养物质被人体更多的吸收 哇 所以说你看看 加了一点醋之后呢 更利于我们吸收它的营养 对 放在一边 而且呢 取它这个颜色 腌制的感觉 没红 好 这个再挑一点这个蜂蜜 这个会变色吗 这不会变色 这挑口味 哈哈哈 来一点蜂蜜 然后呢 来一个筷子嚼一嚼它 蜂蜜的这个味情 就看你自己的掌握了 对 准备了之后呢 然后又把这个 这个泡好的这个 蚝丝 蚝丝倒进去 有 这属于是 也给这个藕上颜色 今天我们这个藕 不是要它通体结白无瑕的 对 咱要这个抹上胭脂的 抹上胭脂的藕丝 那是出价的那天 就是 这样呢 这个最好是两尺 换在冰箱里呢 冰震它一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一起来想喝它了 看到没 这样一份简单的凉拌菜 经过呢 大厨刚才一个小小的化学啊 不 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实践碰撞呢 变成了非常非常奇妙的色彩 眉红色 里面呢 拌着脆爽的藕丝 我们一起尝一尝它好不好 现在尝一尝现在的风味 尝尝我们的胭脂 藕丝 来一起尝一尝 王总老师 好 因为呢我们的饼大厨 刚才切的时候是顺着我们这个藕的鲜位来切的 所以咬起来的时候呢 还挺好吃的 而且呢 挺有咬头的 对不是 然后还吃起来 还有点回甜的感觉 这个甜的就是 藕本身的那种 那种甜 回甜的味道 它就好像淀粉的那种 在经过化肥反应以后那种回甜了 对 没错 而且我们是 没错 而且我们是生吃的 这回甜味很多 对 又是 越来越多 吃完之后 嘴巴里面还有一点点甜甜的 在那边久久 也要绕不去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本周大大菜 用藕来当家 不能光给你奉献一道菜 冰大叔 第二道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莲藕烧排骨 莲藕烧排骨 一听名字就觉得很家常 怎么做呢 一会儿冰大叔来告诉你 感谢圣斯特竹柜 感谢日本卡的宝桃锅 感谢秀士庄严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门商 青岛胡锡花的古法小炸 花生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随 饼大厨稍后 给您带来第二道 关于藕的菜品 一道色彩艳丽 口感爽脆的胭脂莲 经过冷藏后 口感会变得另有一番风味 接下来我们的饼大厨 将交给您一道大师级的家常菜 莲藕烧排骨 还有营养顾问 给您讲解 关于莲藕的营养知识 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吗 就请您锁定 接下来的健康新时代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在给您好味道 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随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当家的是莲藕 制作莲藕烧排骨的原料有 鲜莲 猪肋骨 南乳 猪猴酱 生抽等 刚才第一道菜叫做腌制藕丝 您可能没尝 但是我和王教老师先替您尝了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味形中 来点姜丝 对 有个字 放一点姜丝 姜丝 而且从营养上来讲 藕生吃是一个粮性的 加点姜热性的 可以中和一下 而且大姐告诉你 加了姜丝 肯定要比蒜的葱多好 因为什么 料它本身很清香 但姜它不是人想清香味 它能更给你提味 而蒜呢 它会清香味没了 只有大蒜味 所以说 我觉得饼厨 如果加点姜丝就更好了 对 第二道菜也是由饼厨带来的 是什么名字呢 这个莲藕烧排骨 莲藕烧排骨 这个莲藕烧排骨 这个莲藕烧排骨 加了一些酱 加了一些猪糊酱 还有一些南乳 就是您今天有自己的一个小配方 对 这个也不是配方 因为买的都是一些成品 用成品 带来之前呢 都是用各种酱来调制的 现在超市都有卖的这些猪糊酱 猪糊酱 猪糊辣卤汁都现成 那这样吧 今天呢 大厨带来的第二道菜 咱们慢慢学 你在家里也做莲藕烧排骨 但是大厨的这种方法 你可能真没见过 大厨 咱现在开始好不好 先把这个藕切条 一般我们如果是九炖的话 都是喜欢大改刀 对 哎呦 或者是滚刀块也行 滚刀块也行 滚刀块也行 就是滚刀块呢 它这个刀起来不好 刀吃起来不方便 嗯 吃起来不方便 你看啊 我们平时吃恋藕呢 都追出那种藕断丝连的感觉 对 咬下去口之后 拉丝 就像芝士一样 你知道 这也代表两名的爱情 对对对 而且藕当中这种黏液蛋白呢 它可以结合人体的胆酸盐 嗯 可以结合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嗯 然后帮助这些东西呢 排出到体外 嗯 抑制脂类被人体过多的吸收 所以对呢 嗯 对这种高血脂啊 高血压啊 现代病呢 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功效 没错 而且呢 其实啊 我知道这个莲藕呢 它本身咬起来的时候呢 很粗 是不是因为它有一些粗纤维在里面 对 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 嗯 怪不得 那就热认肠 通通变 这也是给自己的肠道做一次洗澡 这边我们呢 已经将藕 通通呢全都切成细条了 如果说怕氧化的话 还是老规矩 这个 这道菜不怕 这道菜呢 我也是用这个铁锅 嗯 这个因为呢 它本身有放很多的酱 它会把这个颜色给盖出 哇 就是黑了 不用难形见 不用管它了 咱用铁锅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我们在锅中呢 来一点点油放进去 好 今天用的油呢 也是健康青春代理您重磅推荐的 那就是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来源于呢 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所以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它很适合家庭的烹饪 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 来点油 然后直接给它爆香 加点葱花 葱花 大的蒜油 来会煸香它 其实我觉得啊 大厨 咱今天这道菜呢 反正是九炖 干嘛还要把它之前爆锅 咱们直接用那种汤 然后来煨它不就一样了 这个因为这些酱呢 需要一起来炒 要炒呢 就必须要有这个料头的香味 不是把酱直接放在汤里面去 这个不是 今天大厨告诉我们 想做出来跟你家里面 不一样的那个排骨烧莲 关键在于这几个酱的配比 所以说我注意到大厨准备好了 一个猪猴酱 而且还有南乳汁 是不是 猪猴酱 它好有名 对 在广东这个月台来说呢 这个猪猴酱是必备的 没错 好像是一个有叫什么什么猪猴的一个人 是不是 它能发明了这种酱 而且一直流传出心 粤菜中是不是都少不了这个酱 对都少不了 所有的菜都少不了 这个酱的比例就是一汤匙吗 两汤匙 两小匙 再来看 这是南乳汁吗 南乳汁 南乳汁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腐乳的汁 对 南乳汁好像是用玉蕾 玉蕾然后经过发酵 加上绍兴的黄酒做汤料 然后再用红曲染色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红色 那其实用的南乳汁呢 我们今天量还是很大的 对 用了大概是 三汤匙 四汤匙就接近 对 是不是 接近四汤匙 这个菜呢 最后呢是这个 是那个大块的那个红芳菇 就是腐乳 南乳 大块的南乳炒 最后那个乳呢它比较香 嗯 因为这个南乳呢它是富含这种植物性的蛋白 经过这种这个煤的作用以后呢 变成氨基酸 才可以大大提升这种菜的这种口感 而且呢 它可以有起到一个开胃消失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 包括我们平时涮火锅的时候 我们的炸料中加点南乳汁 对对对 味道都是相当的鲜美 但是呢这种南乳的这种乳制品呢 嗯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容易受到污染物的一个影响 没错 产生一种含流的一种化合物质 这种物质呢 含流化合物是对人体有害的 所以呢 你吃这个这种乳制品呢 最好是少吃唯一 不要吃太多 就是控制住量 对控制住量 而且呢它这个乳汁当中呢 它是含盐分和含飘零物质是比较高的 嗯 像高血压还有痛风的患者呢 也是尽量要少吃 吃到没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炒它的时候呢 这个味道真的很香 尤其是南乳汁和我们这个猪猴酱 在爆香之后 然后相互碰撞出来的这个味道 有香味 特别特别香 而且呢 南乳的味道好像在上风啊 在上风 没错 南乳汁的味道要比它压下来吃一点 就是这个 就是一种复合味 就是 也这个菜呢 也不是单纯体验出猪猴酱的味道 也不是单纯体验出这个 南乳汁的味道 一种两种酱 调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味道 但是大厨你看 您今天呢爆香它 但你炒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把 我们那个肉炒一下吧 因为我们一般爆香 这个肉呢 是提前已经炖好了 炖好的排骨 清炖的排骨 就是 就这边就有虎汤 又有排骨的这种 来回的炒炒汤 嗯 我们在家里面 经常要犒劳一下自己的 想想一天工作有多么辛苦 多么不容易 所以说呢 对自己想着发的 换着样子的 来吃各种精神的美食 如果说你在家里面 特别喜欢吃这种 莲藕炖排骨的话 告诉你 今天这个绝对是你没吃过的 也有加了南乳汁 有加了猪猴酱 它们的比例呢 是两勺的猪猴酱 大概四勺左右的南乳汁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菜呢 是一个很明显的烧菜 是不是 然后我们炒下它之后 直接把肉放进去 肉是之前已经包过的 这样立给它成熟 然后加这个一些它的原汤 这个排骨的原汤 没错 正好有骨汤 还有我们这边好吃的排骨 为什么要炒这个藕呢 因为这个藕呢 它很细油 是吧 你在这个酱饮炒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骨实力炒 多炒两下 这样呢 它把这个酱汁呢 吃在这个藕里 藕的内部 这个也吃一些油 也吃一些酱 这样它这个味道呢 它会进的比较快 哦 进的比较快一些这样 就之前你属于是 给它上了一些底味 对 没错 这边要大火烧开 然后慢慢的小火来慢烧吗 慢烧 慢烧烧到这个藕烂了一些 烧到藕烂 肉已经ok了 那好 这边我们就慢慢的烧着 大概呢 烧到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就刚刚好 烧八九分钟吧 八九分钟之后 我们今天的莲藕排骨 就正式的上桌 这莲藕烧排骨在锅中还要烧至八到九分钟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操作步骤吧 首先将莲藕切成长条块后 在锅中倒入底油 放入葱花和蒜蓉炒香后 再放入两大勺猪猴酱和四大勺南乳汁翻炒一下 然后放入莲藕块 放入之前煮好的排骨 加入适量的骨汤就可以了 8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排骨烧的差不多了 赶快尝一尝 因为我们现在很迫不及待尝一尝它现在的味道 先不用急 先不用急 再烧一下味道 再烧加一点糖 来点糖 为什么要在出锅前来糖 因为一开始要用乳汁和猪猴酱来烧这个 这个糖加到表面去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点什么 这是酱油 来点酱油 比如说这个酱油淋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颜色更是暗了很多 然后但是它这种红亮的颜色 而且我们这边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额已经很软了 跟之前我们吃的第一道菜那种脆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对 它一开始吃在九十面面的 因为它烧的嘛 烧的好 没错 大火烧开 然后呢大虫 这就集火收汁去了 集火收汁 所以可以了 火一关 OK了 好嘞 现在正式的上桌了 还在滋滋啦啦的响着锅中 好嘞 一股点 匀 大粉 哇 来个大粉 大饼美食 今天给您盛装好做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藕烧排骨 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 来一起尝一尝 好 新来一块藕 尝一尝 这个辣丝的过程 而且呢 吃起来熟的 可能是烧的时间 不是特别久 所以说还有一点点脆的感觉 不是特别粉 对 是不是 并不是想象那种很糯很糯的 没错 尝尝排骨会不会变换出另一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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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祝魂涨杂润真是太好了 排骨 排骨我们知道 里面都有一点点淡淡的 甜甜的味道 而且这甜中呢 淡那么一点点这个很自然的酱香味 酱香味呢 有点像我们吃的豆瓣酱 是不是 觉得这道菜怎么样好吃 这种芳脆脆的口感和那种排骨已经非常酥烂 这种互相的对比反而是非常相得一张 而且从营养搭配来讲它也是非常好的 这种蛋白质有了我们的肉食 然后再加上醋纤维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丰富的芳 对人体非常的好 又好吃又利于消化吸收的一道佳品 这都也很简单 谢谢炳大厨 看您做的时候感觉也很辛苦 谢谢你炳大厨两道关友的菜品 谢谢也谢谢王静老师 感谢你的收看 也感谢盛斯特橱柜 感谢日本卡的宝桃锅 感谢袖着专业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带冠门商 青岛湖地花 国发小炸花车 对本节目的打理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见个新时代 本周大家采不见 不散咯 拜拜